嗨 帕萨特 云南的过桥米线有什么故事 每个人对于扣贝角度的需求不同 但并不是越打平越好 根据数据研究发现 坐立扣贝的角度在22度至32度之间 是中国消费者的黄金熟食区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八九 最近有一名中国网友 秀出自己拿到的华为三折叠手机 但是在升级系统后 却出现了锁机画面 我们马上带大家来看一下这段影片吧 但是有一小问题 刚才按照它的提示升级了一下系统 现在它怎么变这样了 看上了吗 直接说样机管理锁定 让我拿一个什么公号去解锁 你看现在是这么个状况 然后它这有一个一键解锁 我选一下 它让我重启设备 那OK 我按住三秒钟重启设备 你看看 点击重启 可以都进去了 按 这怎么就变这样了 就不能用了 这个体验完毕了是吧 体验一下手感 三折叠 超大屏 然后就 就好像就没有燃后了 对 就这样了 结果这条影片出来之后 下面一堆小粉丝出来留言喜地说什么呢 因为这是样品机啊 所以升级了就给你锁机 这些样品机就是送给那些网红啊 明星啊 体验用的 让他们大外宣一下 看华为多牛逼 是吧 因为9月20号才开卖嘛 所以送给你的样品机 不能升级 你升级就给你锁 OK 你说的似乎有些道理 可能也是事实 但问题是这名中国网友刚刚说 根据系统提示才升级的 如果他拿到样品机 为什么样品机要设计才按提示升级 升级之后人家当然是信任你 按进去之后升级锁机了 就像大家说的体验完毕了嘛 因为快开卖了嘛 那为什么前几年没有看过类似的 中国网友拍摄这样的抱怨影片呢 那这些小粉丝就开始呛 我们这些境外人士啊 看到这条影片啊 笑哈哈是在抹黑 是在造谣 诶 等等等等 如果要论抹黑造谣 不应该是拍摄的那位中国网友吗 怎么又变成我们境外势力了呢 是他说的不清不楚不明不白吧 他造谣的人是你们中国网红 怎么又是我们了 你纵容他造谣在笑说 他境外的人竟然信得笨 没有人这样洗地的啦 呃 再退一万步来说啦 即便他送的样品机给那个网红测试嘛 有接业配的钱嘛 是不是有点没诚意啊 然后他按的那个系统提示的升级 你为什么不送一个真的给他 你要他业配你就送一个真的给他嘛 是吧 重点是现在不少人 花大钱已经买到了华为三折叠手机了 那像是这个截图流出来说 他已经卖了五台哦 每一台手机38万人民币 五台卖了多少 快两百万了呢 是多少钱 将近快一千万台币了耶 而且他是透过特殊管道拿到的 那他是透过什么样的特殊管道拿到的呢 肯定是华为内部嘛 那这个华为内部是不是纵容还是他们本来就有一些特殊管道是要故意炒作市场流出去的 他们同意流出去的 也就是说虽然官方明定20号才正式开卖 但是不少有特殊关系的人已经偷卖了 那请问偷卖的是拿正货的还是样品机 其实不管是正货还是样品机都是华为流出来的啦 那这个中国网友是不是透过这样的方式拿到的 如果是的话小粉红我也不知道你在洗什么地啊 当然啦 在这种黑白是非颠倒的罗刹国来说非常难说得清楚 首先啦 我看到一个台湾人在北京被偷cosplay的相关物品 他就发小红书发文抱怨这件事情 结果被小粉红反呛哦 说那个你们台湾人自己东西不收好 还怪咱们大陆人偷你东西啊 你自己不长眼放那里不偷你偷谁啊 那这个台湾网友就有点不爽 你们不是应该跟我一起检讨这个小偷吗 让这个社会环境改变得越来越好吗 你怎么是在检讨我呢 你不是都说两岸一家亲吗 大家都是中国人 那我在台北的时候 也是把东西在cosplay参展的时候 这样放在桌上 回来的时候没有人偷 东西还在那 但是为什么 一样来到中国的北京之后呢 东西被偷了 我一直以为台北跟北京是一样的 所以呢 我都是秉持这样的观念 认为在大陆都是好了 所以我也按照台北模式搬过来 对吧都是中华民族 结果到了北京参展 拜托 尤其是这一段留言 让更多的小粉红破防出征 呛他没有资格检讨 中国人 你们自己台湾岛内的教育是如此 不要把你们台湾那套岛内的教育 那种观念带来中国 我们把这个彼此信任的这个环境带去中国北京 你说我们的教育观念不配 不要把我们这套人是向善的观念带来北京 那就代表你认为北京 你认为整个大陆是人心向恶 还有很多人说什么呢 你自己被偷就要认吧 你发文能改变什么呢 你发文还不是被我们骂 而小偷呢拿到你东西 非常开心 你却只能发文哭啊 你看这是什么罗刹国的逻辑啊 还有人说什么小偷偷你的东西是为了给你上一课 让你长长记性 你看这无关政治立场对吧 这是什么样的罗刹国思维呢 接着带大家来看一下中国的AI发表会是怎么翻车的 难怪华为的AI手机做不出来更大的突破 只能往多折叠机的方向去走 哦 带大家马上来看这个翻车的影片哈 这是我们和百度合作的智能AI语言系统 基于门星一眼大模型的强大能力 更聪明 更懂您 它有多么的神通广大呢 我们现在就来试一试 哈哈哈哈哈哈 嗨 帕萨特 云南的过桥米线有什么故事 嗨 帕萨特 云南的过桥米线有什么故事 每个人对于靠背角度的需求不同 但并不是越打平越好哦 根据数据研究发现 座椅靠背的角度在22度至32度之间 使中国消费者的黄金舒适区 能够给身体足够的支撑 同时也能保证乘坐的舒适与安全 让旅途的每一刻充满惬意 请帮我画一幅全家人在室内 吃过桥米线的图片 是不是很全知也很有趣 虽然后面那个图生成了还可以 但前面那个完全答非所谓 而且在车上生成 这个全家吃米线的图片要干嘛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中国的AI或是机器人出包了 好多次了 怎么敢公开这样直播测试呢 估计是他下面的员工在内部测试的时候 作假给老板给主管看 或是非常的不稳定 有时候可以有时候不可以 结果老板在发布会上面出包 你们中国科学院的院士 自己已经承认了在上个礼拜的座谈会 他说中国的AI发展与美国确实落后了好几代 因为我们被卡脖子 乃属事实 对吧 那未来的突破是不可能的 除非自己可以超越荷兰 做出新一代的曝光机 光刻机 否则不可能有所突破的 当然啦 前阵子天津上空 接连好几天出现了 几个小时一堆不明飞行物体 对吧 导致机场封闭 许多班机延误 那中共官方说什么呢 无人机干扰 有没有非常搞笑 如果真的是中国民众 集体的那种无人机去干扰 估计你们可以直接宣布判刑 而且非常快可以抓到人 那这个无人机在上面 真的很快就抓到 到底是谁在哪个时段 集体做出什么事情 这个很快就可以追到人啦 是吧 这个无人机的型号 这个当地到底有多少数量 你们通通都是非常清楚 非常明白的 最好找不出来啦 而且最好有百姓的无人机 可以集体连续飞两三个小时后 然后飞行速度如此之快 那个体积虽然在空中 看起来是一小点 但是你放大来看 有观众网友把它放大来看 那其实不小耶 不是说这样而已 或是这样 那可能跟一张桌子 这么大还差不多 所以我建议你去找外星人求助啦 看能不能传授 0.0001奈米的科技 给中国 不要抓不住机会 到时候这个外星人 又被美国拉拢 又变成这个民进党的侧翼 那怎么办 你要派出谁出战 那当然有很多网友翻出 三星曾经在2019年到2024年期间 发现有不少的中国特务 以及接受贿赂的韩国手机高管 把机体技术 晶片技术 可弯曲荧幕技术 带去中国 那三星曾经用了6年的时间 研发投入1.3亿美金 开发这个曲面折叠的荧幕技术 结果韩国11名技术相关人员 接受贿赂 被逮捕 把这个折叠技术也卖给了中国 获利1400多万美金 那究竟是一个人1400万美金 还是11个人分这1400万美金 这个没有明说 但是最近 前三星的高管崔真士 他也是因为这件事情 再度被积压逮捕调查 前几年就曾经曝光过 中共的千人计划 对吧 尤其是在欧美日韩 台湾 都有各种的千人计划 台湾的方式 他可以透过 比如说新加坡洗产地 香港洗产地 或是去日本注册什么公司洗产地 但是很多后面都是在帮中国政府做事的 而美国前几年也发现这个事情 所以曝光了千人计划 所以美国开始严苛的 针对中国来的人事物 对吧 会非常严格的调查你 你为什么要在美国这个军事用地 旁边买这个农地 我要调查你的身份 是不是有透过白手套 确实有发现过 如果你们要怪什么美国台湾一刀切的话 请拜托你先去怪为什么中共政府要让你们背上可能被一刀切的这个状况 你们会骂这个美国一刀切 但是中共在疫情封控的时候 你们却不会骂中共一刀切 那当然啦 这个千人计划主要是要来干嘛的呢? 收买贿赂或是派出特务来窃取 该国的军工技术、科技、AI、晶片技术 所以到底哪里才是文明的地方? 如果你今天中国是科技进步非常牛逼的 那你就不会天天传出什么 在欧洲、在美国、在日韩、在台湾 偷什么东西被发现了 而是日本、美国 巴不得你好来偷你的技术 对吧 所以你们就多供奉点灵运跟香火 给赵家仁的子女在欧美定居生活吧 哪里才是好的制度跟国家呢? 看看赵家仁的子女多数的时间与资产在哪 相信你就该清楚了 相信各位粉红 你们期盼的中国、你们心之所愿的中国 肯定会越来越牛逼的 今天的影片到这里结束 喜欢记得订阅我郭轩姐 一定要把我封锁 我是巴尔小小姐见了 拜!